我2010年开始做校长的时候 都希望是做一段时间 然后我有机会可以回到医学院 继续做医疗和医疗研究方面的工作 希望在未来一年里面 如果能够找到新校长 我就可以回到医学院 我在任何很想做的事情 就是建立一间大学的教学医院 对于整体的大学的发展是很重要 希望对于香港现在的医疗制度 作出一个突破性的公演 很感谢马会的支持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都未必可以做到一个 完全是由大学来管理和营运的医院 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小时候的年代 其实机会是多了很多 但是它也有它的困难 因为这个世界更加的比较 每个人都学十八般武艺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多些去学 听多些人的不同意见 看事物 看深入一些 不需要那么快去作出一些判断 也都是对于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人的看法 是多些的尊重 多些的包容 我觉得香港撕裂的情况是严重的 希望我们可以慢慢慢慢 目和 心平气和地沟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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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